哈喽大家好,我是小总 此前呢,我们身边的警方呢 破获了一起这个拐卖的这个案子 电影《亲爱的孙海洋》的这个儿子孙卓呢 被警方给找到了 这件事情还没有过去呢 随后呢,就有一名这个河北的男孩子呢 在网上发布寻找自己亲生母亲的这个视频 这名男孩的寻亲视频发布出去之后呢 就迅速得到了大家广泛的这个关注 这又是一件这个非常不幸的事情 肯定是跟这个拐卖有关的 这个男孩呢 在网上发布寻找自己亲生父母的视频 就像这个电影《亲爱的孙海洋》的儿子孙卓呢 他就是太小 被人犯的拐卖之后呢 都没有这个记忆 所以说呢 他们父子二人相认之后呢 这个孙卓呢 对于他的父亲孙海洋呢 反而却不是那么的亲近 也就是说他对他的养父母呢 是有感情的 但是他对他的亲生父母来说呢 并没有那种亲近的感觉 并且呢 这个孙海洋的亲生儿子孙卓呢 也不希望他的这个养父母呢 受到这个法律的严惩 还是愿意留在他这个养父母的身边 这个孩子呢 还会认为这个养父母呢 对他亲 因为这个孩子呢 从出生到长大了 这几十年的时间呢 都是在这个养父母身边过去的 所以说就产生了这个情感 这边也是父母 那边也是父母 就没办法做出选择 做出哪一方选择 都是一种伤害 所以说呢 这个拐卖案呢 非常的悲剧 很多这个被拐卖的孩子找到之后呢 并不愿意回到亲生父母的身边 还会愿意留在养父母身边 这种养育之恩呢 比那种亲生的感觉呢 可能要更亲近 所以说这个人贩子呢 非常的可恶 既伤害了亲生母亲的这个情感 也使得这个孩子呢 还是愿意留在这个养父母的身边 也就是买孩子的那一方 这也导致这个拐卖案呢 虽然被破坏了这个孩子呢 却有可能不愿意回到 亲生父母的身边 这就是一场悲剧 最近呢 这名河北的男孩呢 在网上发布的这个寻亲视频呢 他的讲述呢 是在他这个三个月左右的时候呢 就被人贩子 拐卖到了这个河北 也就是他现在所居住的地方 他的养父母呢 在这个孩子四岁的时候呢 就去世了 这个养父母呢 这个父母呢 也就是这名孩子的爷爷奶奶 把他给抚养长大了 供他上了这个大学 但是呢 这名男孩呢 是长大了 在上了大学 但是他的这个 爷爷奶奶呢 却老了 如果找到他这个亲生父母呢 这个孩子呢 也是拥有了这个双亲 也能重新找到这个父母的爱 希望这名河北的男孩呢 能够通过网络社会的力量呢 能够找到自己的这个亲生父母 早日呢 能够一家人团聚 好了 本期视频呢 就做到这里 由喜欢小朋友视频呢 记得关注 分享 并转发 咱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